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3月1号在谈及乌克兰加入欧盟一事时表示 如今欧盟与乌克兰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紧密 前面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必须要先结束这场战事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2月28号签署乌克兰申请加入欧盟的文件 在3月1号的欧盟议会全会上 泽连斯基应邀远程发表演讲 再次呼吁欧盟同意接纳乌克兰入盟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回应 欧盟将会认真对待乌克兰这一极具象征意义 合理的政治请求 但同时承认入盟过程将是很艰难的 3月1号当天 欧洲议会议员同票通过了一项决议 呼吁欧盟机构设法授予乌克兰欧盟选国的地位 但同时也表示任何入盟程序都应该符合相应的欧盟条约 对此有分析指出 欧盟此举完全是口归而实不至 目的就是为了火上浇油 让乌克兰前夫后继的充当炮灰 此前就有专家表示 俄乌危机是美国进行的一场世纪豪赌 这场豪赌的目的是挑起热战 又使俄罗斯 欧洲国家乃至亚洲国家陷入战争 靠战争起家的美国将通过这场豪赌 捍卫岌岌可畏的全球霸权 由此可见 美国 欧盟现在仍在组团忽悠乌克兰 目的就是想利用乌克兰继续牵制 消化俄罗斯 而乌克兰从始至终 不过是西方用来对抗俄罗斯的一颗棋子 而且随着战事的发展 这颗棋子也很快将变成棋子 不过是西方用来自重团忽悠乌克兰的 这颗棋子也很快将变成棋子